在街里论坛上 有人说马币贬值带给它最大的影响 就是上网购物也变贵了 那马币贬值对民众的生活 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有很多影响 因为我是有很多出国的计划 然后我现在人民币跟澳币我都不能买 澳币, sorry, 美金 因为它贬值得太厉害了 当然,每个人住在马来西亚 无论是一个国家或是谁 游戏可能会来到马来西亚 当然,游戏可能会比较喜欢 游戏更多 但是,我并不认为游戏业 游戏可能会带来很多 现在会从下面的Food Court 吃东西都要很省 面对马币贬值 除了大汉生活难过 我们到底还能做些什么? 经济学者庄学琴表示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减少不必要的开箱 或者是另外兼职增加收入 无论如何,庄学琴认为 如果手头上有多余的现金 还是可以拿出来分散投资 其实我们在这个投资利财方面呢 我们应该是说 不要把全部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网址里面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多的钱呢 其实呢,你可以分散风险 比如说,放一些在人金吧 放一些在人地币吧 放一些在奥币吧 放一些在资源吧,金币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关于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马来西亚 不一定发生在美洲 或者这个,你也是可以放在房间 也可以放在一些公文区域的公共 另外在股市方面 接下来几个月的发展又会是怎样呢 庄学琴表示 随着欧洲落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钱流到全世界后 外资肯定也会流进马来西亚 我们要想一下 如果外资进来马来西亚 一定是赚钱的股 或者蓝筹股 所以蓝筹股赚钱的股呢 在这一方面上 就是肯定会受到警察 当然,这种情况呢 主要他们总是走行那个指数股 所以很大可能 我们这个 Stock Action的这个指数上 一直在创新高 我本身认为 今年如果没有任何意外 判到两千跌其实也不是很多 想要进行投资的百姓 又可以考虑 加钱投资到什么领域 很多人都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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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钱的价钱是是下跌的 后来就有价钱在下 我只能够说 我只能够说 R&G基本上已经跌得很低 如果那个邮件能够继续上升的话 当然它上升的就会很大 其实要投资上 现在投资者 如果在短期里面的话 你可以注意的就是说 在去年法则里面上 在法则里面 其实很多 这个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contraction 当然除了建筑工程 像是医药 旅游业 烟酒等也是不错的投资选项 庄学琴表示 大马目前的整个大环境 可说是百花齐放 几乎每个行业都可赚钱 每个行业股都可以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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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